庄严肃穆的361潜艇所在部队礼堂 哀乐低回 追思如潮 七十名遇难官兵的一向前 摆放着遇难官兵亲属净献的花篮 和七十盆洁白的菊花 寄托对亲人的不尽哀思 会场两侧的婉杖上 写着不负重托 为国捐躯洒热血 牢记使命前仆后继魏海江 江泽民 胡锦涛向361潜艇遇难官兵 送来了花圈 郭伯雄 曹刚川 徐才厚 梁光烈 廖熙龙 李继奈等也送了花圈 上午十时追悼会开始 一千两百名官兵和部分亲属代表 为遇难官兵肃立莫哀 海军舰艇部队鸣笛一分钟 并下半旗 向与大海同在与人民同在的361潜艇 全体遇难官兵致哀 此时祖国的万里海江 海风乌液 韬声如气 沉浸在无尽的悲痛之中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央军委委员 总政治部主任徐才厚 宣读5月2日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 和5月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胡锦涛给遇难官兵亲属发的验电 郭伯雄在追悼会上讲话 他说海军361潜艇在执行训练任务中失势 挺上70名官兵全部遇难 这是遇难官兵家庭的极大不幸 是人民海军的重大损失 江主席胡副主席 对361潜艇失势的高度关切之情 充分体现了党中央中央军委 对海军建设的高度重视 对全军广大官兵的深情厚爱 郭伯雄说 361潜艇失势牵动着全军和全国人民的心 军地有关单位和部门密切协调 通力合作 及时派人慰问亲属 帮助解决实际困难 特别是遇难官兵的亲属们 在失去亲人的巨大悲痛面前 顾全大局深明大义 表现出很高的政治觉悟和思想境界 郭伯雄指出 海军361潜艇是一个英雄的战斗集体 多年来 全艇官兵认真贯彻江主席和军委 关于加强军队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指示 努力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按照五句话总要求 全面加强艇队建设 出色完成战备训练等各项重大任务 连续多年被评为先进单位 为海军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他们为国捐躯 为民牺牲的英勇行为 再次生动体现了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 和当代军人崭新的精神风貌 他们的功绩永远铭记在祖国人民心中 他们的英明与海洋同在 永垂不朽 追悼会由海军司令员石云生主持 政委杨怀庆致到辞 中央军委 解放军四总部 海军党委 机关 海军各舰队 海军航空兵 361潜艇所在部队 遇难官兵亲属 有关省市以及社会各界代表 分别送了花圈 参加追悼大会的还有 解放军四总部 军委办公厅有关领导 辽宁省 大连市党政领导 以及遇难官兵家乡代表等 付出卢像 《昶明》 《昶明》 的国民族 《昶明》 演唱剑 演唱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